记者杨国文台北报导 华航南机长阿智化名 带着外遇对象诸女 两人所生仅六个月大的新生儿逛街 被任职另家国际航空公司高层主管的阿智妻子小慧撞见 控告于南两人通奸 刑事部分各判三月徒刑 均可一可罚金九万元确定 高等法院仅在判于南 诸女应连带赔偿六十万元定验 小慧提告指出 刘美硕士的阿智和她结婚十多年 育有一女 没想到阿智2014年5月20日在诸女 当时新北市汐齿租屋处发生性关系 隔年2月产下一子 她无意间在2015年8月5日下午的天母一带 发现阿智带着诸女两人的六月大儿子出游 才恍然大悟 而对阿智诸女提告通奸罪及民事求偿共两百万 阿智坦诚和诸女外遇生死 但指出她和小慧虽有夫妻名分 但夫妻感情早已淡薄 甚至可以以你和神力来形容 她也说小慧还曾向她提出离婚要求 无法想象小慧会有什么精神痛苦可言 求偿举动可说是非常奇怪 刑事部分去年阿智诸女被依通奸罪 各判三月徒刑可一颗九万元罚金定验 民事求偿部分高等法院认为阿智和小慧的婚姻关系人存续中 阿智却和诸女通奸生死以侵害小慧身为妻子的权益 破坏家庭和谐且情节重大 高院发现小慧是某国际航空工 司高层主管 具有十年以上机长经验且是模拟机长官 折合月薪达五十九万元台币 阿智担任华航机长的月薪约三十万元 朱女物业有房地两笔 综合两造财力 薛经力背景 经判阿智和朱女因连带赔偿小慧六十万元定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